应当讲的,为了做好新冠肺炎患者的就职工作,提高治愈率,降低病死率,在去年,我印象当中是2月份,我们就开始研究组织,利用恢复期血浆来进行患者救治的这样的一系列工作。 同时呢,我们指导相关部门开展恢复期血浆的采集储备和临床治疗工作,那么我们在武汉是专门建立了国家的恢复期血浆的储备库,那么在各省呢,是建立了省级的储备库, 应该说从去年到今年,截至目前,全国已经累计采集了恢复期的血浆是4700余人次,一共是147万毫升。 而值得一提的是,我们湖北省就采集了近3000人次,占比呢达到了60%,为了充分的利用我们宝贵的血浆资源, 我们是按着血浆跟着疫情走,血浆跟着患者走的这样一个原则,加强全国的这个联动保障。 那么截止到目前,根据患者的医疗救治的需求,我们呢,以累计啊,掉拨恢复期血浆, 近50万毫升,有效地保障了疫情的救治,特别是一些重症和微重症患者的这样一个治疗效果。 那么为降低病死率,提高治愈率,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。